美国组建科技梦之队 建制6G世界领导地位 韩国重金布局6G研究 亦在2030年争夺世界第一 日本欧盟也发布6G技术战略 期待重回世界舞台 6G技术到底是骗局 还是巅峰科技技术 看了今天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为何我国也对6G这么重视 大家好我是熊猫 一位硬口的科普作者 本期视频由我和偷条号 有太多的土豆联合制作 美国5G技术正处于落后 但却提出要载6G弯道超车 很多防友对此非常不屑 甚至讽刺 这就是个科技骗局 那么熊猫告诉你 6G不但是可行的 而且可能颠覆世界格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科技发展遵循商用一代 试验一代 理论一代 所以5G已经在商用的情况下 6G正在布局研发 是正常的科技发展 甚至7G的脑洞理论 其实都已经在研究了 第二 世界通信发展一般有个十年定律 3G辉煌十年 让移动通信用户超过固定用户 4G美好十年 让互联网成为了移动用户的世界 5G创新十年 让万物互联成为了可能 而6G未来十年 将继续颠覆世界格局 所以 从时间来看 今年是5G元年 那么十年后 6G技术的成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这点也得到了任正非的肯定 2019年 他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时就表示 6G可能在十年后投入使用 所以 中美日韩和欧盟都相继加大力度布局6G 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 如果你依旧不相信 那么请继续往下看 为了方便理解 今天熊猫就从 6G技术三大特征 它是如何改变世界 世界各国如何布局 我国未来6G战略 四个部分给大家深度科普 看完大家就会知道 为何我国也对6G技术势在必得 另外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本猫将采用窗插的方式来展示本期内容 所以本期视频依旧高能硬核 记得先点赞再观看 首先我们要明白 6G技术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从通信行业的规律说起 也就是偶数与基数带的传说 简单来讲 就是基数带技术由革命性创新 偶数带是基数带的优化 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第一代通信技术是开创了移动通讯的先河 这个时代 大哥大得以诞生 2G是在1G的基础上延伸出短信和GPRS功能 手机开始普及 诺基亚风靡全球 3G技术使上网冲浪成为了可能 苹果手机成为潮流 4G在3G的网络基础上实现更高的网速 出现了短视频和移动支付 迎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而5G则是具有了高速率 低延时和高容量的三大特点 按照这规律 6G也将对5G的三大特点进行再次升级 达到零延迟 超速率 超容量的特征 这些特征是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呢 具体到传输速率上 6G将从毫米波迈向太赫兹时代 很多人可能不懂什么是太赫兹 这边简单科普一下 它就是T赫兹 和5G厘米波 毫米波一样都是电磁波的一种 但是太赫兹是波长更小 频率范围在300GHz到3000GHz的电磁波 所以6G电磁波的传输速率 将更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理论传输速率将达到1T比特 也就是1224G比特 这速度是4G的1万倍 5G的100倍之多 这么说 大家的概念可能会很模糊 我打个比方 用4G网络去下载一部高清大片 最快需要1到2分钟 5G网络只需要1到2秒 到了6G 则只需要0.01秒就可以完成下载 要知道 人眼识别动画最快的时间是0.04秒 0.01秒下载一部电影 就意味着我们眼睛一闭一睁 就已经下载好了4部电影 换一种说法 我们刚点开晚页 网页还没弹出来 电影就已经下载完了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 有些小伙伴可能说了 速度快有什么用呢 我们现在的网速就够用了 你别说 还真有用 速度快到极致 是可以达到质变的 大家想想看 刚点开电影就已经下载完了 那么未来 我还下载电影干嘛 直接点击电影 不就可以观看了是吧 既然点击电影就可以观看 那我还需要硬盘 还需要手机芯片干嘛 完全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你从电脑上读取数据 可能比网上下载数据还要慢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前段时间阿里巴巴和华为 发布的云电脑云手机 它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应用了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再想想看 云手机颠覆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部分先进的芯片 在未来 我们只需要云服务器的芯片就可以了 手机将不再需要如此先进制成的芯片 如果真是如此 那我们是不是就少了一些被卡脖子的行业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所以 6G时代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质变的网速 或者说 我们下根就不用担心网速 因为它可以快到让你忽略网速的存在 就像我们不再像10年前那么在意手机信号了 而这个小小的质变 就能带来行业的变革 甚至科技重新起牌也是有可能的 正是基于此 各个国家才为重金布局6G 试图在这个超级赛道上 争夺战略之高点 2018年6月7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科技发展计划 致力于6G等前沿科技开发 2019年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开发泰赫斯品段 供6G实验使用 试图重夺世界领先地位 2020年韩国政府明确表示 要在2028年在全球率先商用6G 争夺世界第一 连5G落后的日本政府也将开发泰赫斯技术 列为国家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 也就是说 世界科技大国都正式宣布 6G就是我们的未来 而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决心就在于 6G的另外两个特征 超高容量和联岩石 对应的应用场景就是 无物不连和真正的全球覆盖 我们先来看看无物不连 它是5G万物互联的升级版 5G初始时期 科学家畅想万物互联时代 最主要的原因是 5G技术能提供大约100万个每平方公里的用户连接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是最理想的理论状态是可以达到的 结果因为商用难点和场景特点 实际应用中还未达到这个规划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 这个量级的连接数还达不到 甚至不够用 能够连接的仅仅限于手机 汽车 电脑 音响 手表 iPad等常用用品 而在偏远地区 5G基站覆盖却不到位 除此之外 还受到基站扛干扰能力不够的因素影响 最终万物互联还只能停留在字面上的意义 并非真正连接 如如烧水壶 空调 充电宝 乃至灯泡等等 小型或者超小型的设备 无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做到全包容 但是有了6G就不一样了 泰赫斯的超高带宽 将带来远高5G的连接数 2019年 任正非就表示 6G基站将可同时接入数千个无线连接 其重量可以达到5G基站的1000倍 有了这个级数 才能真正做到万物互联 或者说无物不连 也就是说 未来的6G是致力于所有设备的连接 这个连接数将在5G的基础上 再攀升一个数量级 连接的设备越多 就意味着市场越大 市场越大就意味着利润越大 而更大的利润 意味着更多企业的入局 2020年 欧盟预计在6G领域投资25亿欧元 而受政策影响 企业也将投资75亿欧元 并将在2021年年初的 世界移动大会上 成立6G合作伙伴计划 这个计划被称为 欧洲地平线计划 日本 韩国政府和企业 也有相关的政策支持 但决心最大的还是美国 2020年10月 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 ATIS宣布成立 Max-G Alliance 也就是下一代6G联盟 正式布局6G技术研发 其成员南阔 微软 诺基亚 高通 爱立信 Facebook等十多家国际巨头 堪称6G版联合国军 并联合美国大学 和研究院等相关科研机构 一个政府 企业 研发组成的梦之队 已然组成 目标自然是 围剿中国通讯企业 剑指世界通讯领导地位 当我们部分国人 还在质疑 6G是骗局的时候 世界科技巨头们 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6G不仅仅是未来 而且是势在必得 看到这边 你还觉得6G是骗局吗 但不告诉我 很多人可能觉得 太夸张了吧 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6G通讯技术 还涉及到第三个重要特征 真正全球覆盖网络 上期视频 本报科普毫米波的时候 有很多网友说 毫米波就是信号弱 覆盖小 属于鸡肋 那么我告诉你 科技是不断进步的 现在我们看待 毫米波的推广不现实 并不代表未来不现实 毕竟在5年前 我们还不相信 4G能实现全国覆盖 科技改变生活 并不是说说而已 而泰赫兹的信号也同样很弱 这是它的劣势 却也是它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科学家根据泰赫兹的技术特点 给出了解决方案 就是基站小型化便宜化 日本早稻田大学 情报学教授川希哲就明确提出 6G电波的传递距离只有100到200米 因此需要超过世界人口 10倍的通信基站 也就是全球需要1000亿个基站 6G的基站不再像电兵箱一样大的东西 而是像手机一样的大小 甚至比手机更小 这个更小指的就是纳米天线 也就是说 未来的基站不再是一个区域一个基站 而是融入到各种区域和设备中 诸如路边 村庄 商城和机场等区域 还有家电 汽车 照明器具 乃至路灯等设备 都可以镶嵌基站 而这并不是科学家的幻想 因为华为为了解决5G基站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就已经将基站设计成旅行箱大小 在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 基站的微型化势必成为现实 所以 这是不是将劣势变为优势 然后大家再想一想 既然家电都可以安装基站 那么天上的卫星 深海的探测器可以吗 答案是完全可以 2019年 世界5G大会上 大唐移动通信索士强明确表示 6G可能会扩展到太空 深海等领域 也就是说 未来的6G竞争态势越来越激烈 不仅仅是陆地 而是延伸到天空和海洋了 这也更加考验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让我们再想想看 一旦6G基站上天入地 是不是就意味着真正的全球覆盖 所以 6G时代 通信将是天 地 海 全球化时代 而全球覆盖 就像在编制一张6G网络的科技大网 这张大网小组件成功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个标准指的就是 6G标准专利 这才是各国的6G必争之地 我们回想一下 上一年5G专利的争夺战 华为中心的成果 令我们振奋不已 也因此 我国成功主导了5G行业的变革 那么 其他国家怎么可能甘心落后呢 毕竟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这是所有国家都认可的事情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各国重点布局 6G技术研发 看到这边 你觉得我们应该重视6G研发吗 可以在弹幕上发表一下看法 最关键的是 美日韩是有资本 有技术在这个竞争中弯道超车的 因为新兴的技术 必然伴随新型的材料和坚实的科技储备 日本在材料和半导体行业优势明显 其国内科学家明确表示 日本拥有两种6G技术优势 一种是NTT关驱动芯片技术 另一种是量子暗号通信系统 而美国技术优势更加明显 不管是影响力 还是在材料 航天和海洋科技上 都越远临行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航空领域 单单一个星链所占的优质频谱 就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说到这边 大家不要再说马斯克傻了 星链计划 就算卫星调完了 技术和频补资源也积累的差不多了 看了这么多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了 那我国呢 是不是又要被摁着打了 这就要说到我们第四个部分了 我国未来6G战略 实际上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为什么本贸要科普这么多 从技术到行业 再到战略以及以后的影响 就是为了消除大家心中的顾虑 团结一心 相信国家的智慧 实际上 6G技术还原位成熟 目前毫米波多还未解决技术难点 更不要说太赫兹了 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和自信 在6G领域上继续保持优势 2019年 任正非曾经做过惊人的决定 愿意出售5G技术 帮助西方国家实现技术差距 当时有人在质疑 华为是试图用技术换取市场 实际上 这是因为华为有底气这么做 因为他还说了一句极为霸气的话 对于6G的研究 我们也是领先世界的 对此 本贸只能说 希望这类企业越多越好 来 让我们把至近两个字 打在弹幕上 实际上不止华为在研究 关于6G 我们国家也早就开始重点布局 2019年11月 中国科技部汇同发改委 共同成立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 和总体专家组 正式宣布全面启动6G技术研究 相比于其他国家激进的做法 我国战略更加稳妥 以毫米波为先行研发对象 以太赫兹技术为功课目标 双方向发展战略 2020年5月 华为中国运营商业务部副总裁杨涛 在5G大家谈栏目表示 集6G是用毫米波段为主的 实际上 这是延续5G研发路线 先离米波 后毫米波的发展战略 更加注重时机与发展相结合 而在新型材料方向上 2020年9月 在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上 将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纳入国家2030计划 和145国家研发计划 在卫星领域 一个以北斗4号为核心的国家新联计划 也早已诞生 这便容许本报卖个关子 因为我已经规划和准备好素材 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更宏伟的航天系列视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想看的可以在弹幕上打上催根 弹幕够多的话 我优先制作 总之一句话 在科技上 我国不再是以前那个淫弱的中国 未来的国际舞台上 必将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只需要按照既定的步骤 稳定发育即可 当然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眼光 但是我们可以多支持一下国家 多支持一下科学家 也顺便支持一下熊猫 给我点个赞 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好的科普视频 如果您还能评论支持一下 那将是我的莫大荣幸 好了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我们下期大国战略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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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